有18亞洲新棒季軍戰由韓國跟中國領銜主演 雙方預賽交手時 中國雖然以一分隱憤吞敗 不過當時先發的曹正清 玩頭九局被敲六支安打表現算不錯 沒想到這場再度扛起先發重任 一局下就遇到泡菜軍團的嗆辣招待 以出局一二雷友人 金聖霞這支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也是他個人賽會第一支安打 保持球隊首開記錄 隨後黎正帆獲得四壞包送塞滿壘包 羅仲德在補一支穿越游擊的防線安打 三壘跑者輕鬆回來得分 同時更開啟了團隊打擊火力 尤其金慧城這個左半邊飛球落點夠刁鑽 形成一支德州安打 瞬間還翻休息區 不愧是今年韓直二次選秀中 首輪獲得奈克森英雄隊指名的超強新人 開陸先鋒離陣後 更是傳承韓直史上最強第一棒 立中犯血脈 兩出局後 急出二壘方向的強勁滾地球 帶有兩分打點 泡菜軍團大開殺戒 這個半局在一出局後 一口氣打了八個人次 靠著六支安打 三次保送冠進七分 而且隨後兩個半局也都有分數進帳 早早擴大到十比零領先 六局下他們攻勢再起 連同金勝霞這支輕雷的三壘安打 再添四分 打線火燙 投手群更是輪番壓制對手 只被敲出三支零星安打 沒有十分 最後韓國提前七局打完 以十四比零口斗中國 拿下本屆U18擊軍 北大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下層 大小説 對手群更是輪番icable